是的,在9月15号,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在佛里达州西棕榈滩的川普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 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密勤局的人员逮捕了一位疑似要来暗杀川普的可疑男子 并且把川普安全的护送离开现场 当时川普是在球场的第五棟,嫌犯Ryan Roth是在第六棟的诉从当中 两地之间大概有半公里的距离 那么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其实川普当天是没有安排行程 他去打球是临时起义的 也因为是临时起义导致密勤局根本来不及去部署跟来检查整座的球场 那密勤局调查结果呢,现在是说这名嫌犯其实在诉从当中 当时已经躲了约12个小时了 目前还不清楚他为什么会知道川普当天会去到那个球场打球 尤其这个是一个临时起义的决定 那么是否也有人对贺锦丽发出威胁呢?其实也是有的 在8月的川普的这个枪击案之后两周呢 就有一位位在维吉尼亚州男子 因为在社群媒体上多次说要杀死贺锦丽 还有支持贺锦丽的人而遭到了逮捕 那么9月15号呢,美国的第三大党自由意志党 Libertarian Party的新罕部下周的分布呢 在社群媒体上的帖文说 任何谋杀贺锦丽的人都是美国英雄 不过呢,在这些这个帖文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马斯克 马斯克在川普的高尔夫球场事件之后的帖文说 怎么都没有人要来暗杀拜登或贺锦丽呢? 这个就引发热议说是不是在煽动暗杀美国政府元首 之后呢,马斯克删文说他只是在开玩笑 但是呢,他这个190万的追踪者其实都已经看到他的贴文了 那密情局的发言人Nate Heron就表示说呢 密情局已经知道马斯克的推文 而密情局对所有保护对象的威胁呢都会加以来调查 那么在7月对川普抢进案之后呢 密情局就加强了川普跟贺锦丽两个人的维安的规格 例如呢,这次在高尔夫球场啊 打扮成高尔夫球球友的密情局特工 是在嫌犯根本没有机会看到川普的情况之下 就已经把他逮捕了 不过密情局的代理局长Ronald Rhodes在本星期也表示呢 密情局在长年以来人员跟资金都非常的欠缺 确实要来做越来越多的事情 保护越来越多的人 那拜登总统在这个9月16号星期也表示说呢 密情局的确需要更多的协助 而美国国会议员也说呢 愿意来提供更多的资源 但是呢,现在大选只剩下不到两个月 这些资源恐怕不容易在选前能够完全到位 并且来部署完成 好,再来要看到啊 在选前不到两个月 美国对台进行新一步的军售 有望一个月后身上 这一次又提供哪一些武器呢 这个最后这个美国时间9月16号星期的晚上呢 美国的国防安全合作署宣布了班达政府任内第17次的对台军售 项目包括了回运、维修战机、相关设备的备件 还有美国政府以及承包厂商的工程跟后勤支援服务等等 总价约新台币72.6亿台币 约2.28亿美元 那个台湾国防部呢 对这个军售计划表示感谢 并且说这个计划有望在一个月之内能够生效 而中国呢 则是在星期三就宣布制裁与军售相关的9家美国企业 而台湾的国防部也说呢 中共例行性的入侵或是这地带 限制了我们在领空还有海域的训练空间跟反应时间 而这一批军售将有助于台湾在面对中国 入侵灰色地带的时候来保持战备的状态 说到这个灰色地带呢 包括白宫、美国、国防部等等 还有多家的美国智库都指出 中国其实一直在加强灰色地带的战争 使用非实战的战术来试探跟施压台湾的军队 包括定期在金门附近来进行海岸警卫队的巡逻 甚至还发生了冲撞 此外呢 还有中国的飞机跟船舰来逼近台湾等等 那么就在军售宣布的隔天 也就是9月17号呢 美国第七舰队就确认了 当天有一架美国海军的P-8A海神巡逻机 飞越了台湾海峡 还强调说 这一架巡逻机是在国际空域 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之内行动的 目的是要来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权利跟自由 那么美国之前就说过呢 美国跟盟友在台湾海峡 还有南海等地进行的巡航 是根据国际法同时也是要来嚇阻中国在灰色低带的作为 那么有趣的是呢 这个美国宣布军售时间是台湾的17号 也就是中秋节 那么同一天呢 美军的飞机也经过了台海 同时我们看到班农总统在当天呢 也正在社群媒体贴文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所以全部连在一起看呢 倒是看起来有点像是在对台湾的一个中秋贺利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